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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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农产品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埃及向中国出口的产品 我刚才从马会长那里刚刚了解到中国进口农产品现在比较有实力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市场而不是单个的进口公司 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市场跟着代宝团来到埃及来考察埃及的农产品 目前中国进口埃及的城子进口量还是比较大的 今年的头三个月中国从埃及进口了400万美元的城子 4 亿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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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市场非常大,也是一个开放的市场。 我们相信,如果有足够竞争力的产品,适合这个市场的产品, 中国是完全可以大量进口的。 中国的市场非常大, 所以,如果有足够的价格, 市场的市场应该会增加。 还有,企业能够在埃及的这两天,能够找到很好的合作机会。 我认为,中国的市场应该会增加。 我希望,中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得很好。 特别是在,除了贸易之外,还有在投资方面。 所以我想,如果在座的企业家,如果能够发现一些在埃及农业方面投资的机会, 带回去,请我们有兴趣的企业跟着过来。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 现在,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 也许,有另外一方面,有22个国家的企业。 所以,我希望,这些企业会找到, 有20个国家的企业, 在一个企业中的企业, 希望大家能够在埃及的访问取得成功 和今后在同埃及的合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成果 谢谢 希望您的成果和适合合作业 请您提供什么说到阿课吗 是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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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请请请请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能够带领中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农产品的借口商到爱奇兰 跟两个协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同时的寻找的甘菊以及其他水果的进入口合作 今天我们很高兴认识到大力量的大力量 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尤其是农产品 那么在中国像水果水产肉类已经是 在进口量上是重点增加 那么像澳大利亚 智里 秘鲁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 欧洲一些国家都纷纷给我们协会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来推动他们国家这三类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换到的武器量预批多幅 周年 澳大利亚 福州そして目标时 说国家省 unser国家营lica 欧洲、佗定、各地出口 欧洲、其中一个空子所有人和地产人政宁 が提供非常我有意地搞的 更多有意地可能 考郑联 disskill Prestan加付运务木 Raymond 包括了发生技丽与 这是因为在中国农产品的流通批发市场是主渠道 那么在中国的是农产品在大的城市 农产品的流通量批发市场占到了70%左右 那么是国内流通产品站的多 同时进出口的产品 原来有原来的单独的进出口公司 向以批发市场为主体发展 尤其是像水果 已经批发市场占到了进口总量的70%多 用批发市场来完成 那么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单位批发市场 那么是占整个全国批发市场交易量的70% 所以我们的会员是遍布中国的各个省份 为了促进中国批发市场的规划发展和国际农产品 就是刚才讲水果肉类水产 到中国真正符合中国市场需求和它的出路 所以我们跟相关国家的相关机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那么签入协议的目的 一个是供货方 真正找到中国的销售者 这是第一个 让大家知道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票以埃及为例 你的产品成子要出口到中国 第一个是首先要让政府允许出口到中国 第二个就是在中国找到真正的大的采购商和销售商 那么我们的会员单位也就是批发市场 它里面经销商呢逐渐成为主体的销售商 所以才是第一个就让它找到呢真正的供货方和销售商呢对接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呢协会两个协会之间签取协议 更重要的是维护的让贸易更加顺畅 避免了贸易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或者是争端 那么第三个呢可以是推行呢加强深度合作 就像韩公三讲的那么中国的投资者就是我们的经销商啊 也可以到国外呢进行投资这样呢协会呢两个协会之间为投资呢提供一些保障 那么像我们的会员企业尤其是蔬菜水股的 那么像我们的会员企业尤其是蔬菜水股的 中国已经在国外呢有在东南亚已经有很多出去重要值的那么水产品也有重要值的 这些呢都是属于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里边的进口商或经销商呢到国外不仅是只有做农产品的贸易 同时也要进行了农业的投资 谢谢 谢谢 所以这次我们跟埃及出购商协会及出购商委员会签署协议呢 我想不仅仅是推动贸易的衔接 同时的也可以探讨未来在埃及的加强农业方面的投资合作 所以我希望也能相信我们这次的签署协议之后 会推动我们两国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合作 那么从我们协会来讲可能后一部还能加强了双向的贸易合作 而不仅仅是从埃及进口农产品 其实呢中国有好多农产品出购过来 我们国内的批发市场经销商也是非常好的供货商 所以今天的行事之后我希望呢我们后边就加强实际的衔接对接和合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好 goalilo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